我的想法是他可以找一份工作 然后他说他还不想干 过后我想一下 年轻人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没有一次性成功的 行 你做自己的事也可以 我过两天告诉我他要写诗 做诗人 诗人 我是有那天赋才写的 是不是 学历高的话 让你写的话 他半天不想写出来 有时候一小时写十首 有时候二十首都有 有一次跟我朋友和他对象 一会儿出去玩嘛 然后我们四个人走一走 剩三个人了 这个人没有嘛 到处找找不到 干啥去了 我们三个人找了好久 后来在一个人不是特别多的设备底下 找到这个人了 再给一个陌生大姐写诗 你说你给陌生大姐写诗 写一首不行 他以前做过的诗 也给人大姐说一遍 然后做一首还要做第二首 以前我自己写诗再念一遍 会出发新的灵感 没准能写出更好的诗 好诗不是写出来的 是反复修改出来的 没准我当时写完诗觉得不错 但是这次念完之后呢 自己再听一遍的话 感觉我一个字再改动一下 会更好 你没吓着那大姐 我这儿其实长得像好人 勉善爱说嘛 是不是 你那诗作的一首什么诗啊 田园的诗 走马观花赏田园 阳柳轻松五岸边 万花绽放迷人眼 只为相告春复还 七言绝句 这是各种诗拼来的 没有拼 小伙子 你看这三位女士能不能寄兴来一首诗 我们能拒绝吗 每人一首也可以 每人一首都行 不不不不 这个 她当诗人的时候就等于给大姐做诗 她不止给大姐做诗 还给谁做 有一次我生病 在书业也找不到人们 书业结束了 然后是我自己叫的护士 大哥干嘛去了 然后看到她跟另外一个 给另外一个小护士在做诗 两个人聊得热火朝天的 她这个时候一点都不怕我 那是应该来的 因为之前写的都是五岩绝 先写的五岩绝 七岩绝 现在给她写的是那个藏豆诗 人嘛坐某块面就做全面一点 做最好的 五岩那个藏豆诗 这个我好奇地请教您一下 诗到底有多少个韵脚啊 韵脚啊 对啊 诗歌押韵 怎么个压法啊 有压一三的还有二四的 什么压一三 什么压二四啊 比方说啊 怎么个压法呀 别比方说呀 几言压一三呢 对吧 您那做诗呢 你那做诗呢 到底有多少个韵呢 第一句和第三句 不是 有多少个韵和多少个折呀 您搞得清楚吗 我也不懂啊 我就是请教一下 我就是写 我可以写得到人的 你让我说 解释不太清楚 还没到那么深的文学修学 天才都是这样的 是吧 我可以按照那个 就是他们给人的框架 就是能写出来 但是你要说 说很清楚 估计得说是研究生之类的 行那你给我们来 一中东哲的诗好不好 不懂 那那那 在天才面前 班门弄斧 我这小学生滑稽了 滑稽了 这个跟小护士 也做了诗了是吧 是啊 他一点也不担心我吃醋了 不是 他知道 他做诗出不了大名 不像说唱 他能出大名 是 因为我没有听言 只是会做 然后像你刚才 说的几问题 我都不知道 没有身内经验 那样能写出来 但是你说 懂了 懂了 对 把它定位很准确 没有相信 就是我们欣赏不来 好 来来来 过过过过 后来又干嘛去了 他不管写诗 还是唱歌 咱最终 咱懂得生活 总得挣钱吧 我给他整些 包刊啊 什么的书刊啊 我说 你 你投稿也行啊 咱挣个钱 总得生活吧 人家不干 人家说他要出师级 那包刊 但是都是小包刊 也不见得能收到几个稿费 后来 我觉得还是把我自己的诗 不管是什么 优秀的 不优秀的 反正自己看了眼 然后呢写上去 写上去凑个五六百首 然后呢出一个诗集 然后呢发 但是呢 后来就想 一诗经典三百首 自己一人做五六百首 超越唐代的诗歌 巅峰水平 只是量 只是量而已 对对对 您定价几块钱一本啊 后来想想 估计我定几块钱 估计都不好卖出去 因为没有名气 可以可以可以 这您认识的很清楚 所以您应该先说唱 说唱火了 退出说唱歌坛 再去写诗 这就不能卖了吗 对吧 当然没敢上了 那节目现在还有啊 需要我给您推荐一下吗 他们有海选 至少我还可以考虑 我现在很错乱啊 从唱歌到写诗 咱写诗这个能翻篇了吗 可以啊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跟一些朋友出去 整摩托车 不是 整摩托车干嘛呢这次 这次更夸张 这次让我辞职 跟他一起 皇上世界 那很拉风啊 关键是我们现在 就指着我这份工作 如果我在辞职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呢 是 穿方面 你想啊 咱之前创业是为了 有钱 有车 有房 有存款 然后呢 房子在家里不一定担心了 然后车呢 可以开着自驾游 存款呢 供咱们花香 但是那需要很久 但是咱骑摩托车 自驾游呢 虽然吃不成吃得最好的 咱能吃饱了吗 住呢 咱可以整帐篷 或者是路上 增点零花 这倒行 也有人这样过日子 就是我骑个摩托嘛 我周游嘛 我走到哪儿打工 这个倒还行 您坐了吗 先不说他坐没坐吧 没有同意 偷袖坐了一下 有一天 人忽然没了 最后 晚上给我回一个消息 告诉我 跟一些朋友 骑摩托到周边去玩了 这两天都不回来了 有摩托吗 对 怕他不同意嘛 然后呢就先点后奏嘛 有摩托吗 有 有 买了一个摩托 谁的钱 我的工资 多少钱 旧的 一万九千八 一万九千八呢 新的这两万九千八 一万九千八 二手 不是他的工资吗 之前我上班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花了呀 再说了 我这去不上班 不是为了找 更多的渠道去 赶上生活吗 我没说一直在闲着 天下在家看 那是啥都不干 然后吃它喝它的 我这听不下去了 他说一万九千八 你一个月多少天工资 三四千 三四千 小半年的工资 拿去挥霍了 买一摩托车 那不叫挥霍 你回头再卖了 这也值得价 因为我买的时候 当时那个人 低价卖给我 现在摩托车呢 还在吗 在 摩托车还在 那去让他自己去旅游 不就完了吗 现在不整摩托 现在要整房车 他说他要自己 造一个房车 因为我现在 主要是我现在 年纪不小嘛 我现在也是快四十了 我想设计一下 然后呢 打破现在那个局面 现在的房车 他就不是就是车吗 工资等你设计出来 已经什么时候了 只是多了一点 那个家庭的那个 有床啊 什么冰箱啊 电视什么的 但是体积还是那么小 还是在车的概念里面 并不属于房的概念 本身你的车八米 停下来 你要展开的话 可以长达二十四米 宽呢 正常情况下是三米 在公路宽度云范围之内的 如果你变长的话 可以拉成六米 甚至十多米 因为走起的路来 它需要稳定性 不需要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停下来的话 在两边像那个 吊车那边 启动机 它不是有那液压轴吗 它如果把那个车 展开之后停下来 两边是六个 固定的那个液压轴 然后呢 固定了能看 八九级大风吧 出来了 加剧 你看他还在活在他的想法中 那怎么有想法呢 你就我跟你说 你完全无知 你知道吗 您说的这种类型的房车 模块是集装箱车 早就有了 展开式的这种房车 多了去了 它能量转换的 它能风能冻的 虽然全是用电 但是它走起来 行了 所以路也不行成电 我从来我觉得 年轻人那发明什么的 这可以支持啊 但是您至少要看看 现在市场上的这个 这个产品 已经发展到什么 什么地步了 就是一栋的车 变成房子 这种单元太多了 像你说的这个 满大街都是 解决了用水的问题 都有 为什么呢 推广不了啊 对啊 他们推广不了 普通人用水 你也更推广不了 那全世界顶级的 大公司 您先告诉我 您那场地在哪啊 肯定找宽敞的地方吗 哪儿宽敞啊 您给我找一块啊 不是还有 公园路由场地啊 谁买呀 不不不 这就可以 没有用户群啊 谁买啊 可以交定金吗 不是可以那个 好了好了好了 定座 我们不懂啊 还可以出租 我们不懂 我现在问你 你做过几辆房车 没有四斤 那你别说了吧 小鹏老师就房车 全中国的都开 他也不敢说 他设计房车 上面所有人的技术都成熟 我告诉你没别的意思 你看前面的吧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一说到房车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您这确实有点不太靠谱 我们呢